在2023年12月26日 至2024年1月2日的八天里 我们收集到了四起百人以上级别的 制造业工人罢工事件 一起煤矿工人 以及一起快递物流行业的工人罢工事件 这些工人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不具压力 勇敢地站出来 对不公正发出了强烈的抗议 2023年12月26日 位于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 广亚旅业的数百工人发起罢工 抗议公司为了逃避赔偿 用减少订单的方式来逼迫工人自动离职 因为公司近期要将厂区搬迁至佛山的三水区 广亚旅业是一家集铝合金建筑形材 工业铝形材和铝合金门窗木墙研发 设计生产及销售于一体的综合性大型企业 在国内外有着较高的知名度和市场占有率 然而 这样的一家企业却对待自己的员工如此不公 引发了工人的不满和愤怒 工人们聚集在工厂的门口 要求公司按照法律规定 给予他们合理的赔偿和安置 同时也呼吁社会各界的关注和支持 2023年12月27至28日 位于广东省深圳市保安区的 粪达科技有限公司数百工人连续两天罢工 因为公司近期将厂区搬迁至珠海 但拒绝对工人做出赔偿 粪达科技是一家领先的新型智能硬件 一体化解决方案提供商和服务商 主要从事电声产品 健康电器 智能穿戴 智能家居 以及无线耳机等业务 公司在2012年在深交所上市 成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然而 公司在搬迁的过程中 没有事先与工人协商 也没有给予工人合法的补偿 工人们在厂区内外连日集会 阻止公司搬走设备 要求公司尊重工人的权益 给予合理的赔偿和安置 搬迁厂了 大家都在维护我们的权益 乱了乱了 乱了乱了乱套了 暴乱了 2023年12月28至29日 浙江省义乌市晶刻能源有限公司 一车间百余名工人连续两日罢工 因为公司关停了一车间后 没有赔偿工人 只是发给他们基本工资 迫使他们自动离职 晶刻能源是一家全球领先的 金硅太阳能组建制造商 拥有垂直一体化的产能 为全球的地面电站 工商业 以及民用客户提供太阳能产品 解决方案和技术服务 公司在2010年在纽交所上市 至今已连续四年 位居全球光伏组建出货量第一 然而 公司在关停一车间的决定中 没有征求工人的意见 也没有给予工人应有的补偿 只是以最低的工资支付工人 让工人处于无所适从的境地 罢工期间 工人们曾到当地信访局寻求绑组 但没有任何结果 2023年12月31日 湖南朝日五内衣 有限公司长沙县安沙分公司 百名工人罢工 抗议公司关闭厂区 为赔偿工人 朝日五内衣 是一家从事生产 各式针织内衣 服装 玩偶 玩偶服饰 及政策允许的工艺品 以及上述产品销售的公司 成立于1997年 公司在2023年底 突然宣布 关闭长沙县安沙分公司 但是没有给予工人 任何的赔偿和安置 让工人陷入困境 工人们在厂区内外举行罢工 要求公司按照法律规定 给予他们合理的赔偿和安置 2023年12月31日 至2024年1月2日 位于陕西省榆林市匣神木市 大宝当镇的德龙煤矿数百工人 因为工资被客扣 连续三天罢工 工人在社交媒体发帖称 他们的工资已经被扣的 只剩下每月4000元 德龙煤矿是一家 从事煤炭生产的企业 成立于1997年 注册资本为300万元人民币 公司在煤炭市场低迷的情况下 为了降低成本 采取了客扣工人工资的做法 严重侵犯了工人的合法权益 工人们在矿区内集会 持写有矿工权益 誓死捍卫字样的横幅游行 要求公司按照合同支付工资 同时也希望当地政府 能够给予他们关注和支持 2024年1月2日 辽宁省沈阳市 数百名特级送工人集体罢工 因为工资被拖欠 特级送是一家从事快递服务的公司 成立于1993年 是辽宁省最早的快递企业 以上是我们在过去的八天里 收集到的六起工人罢工事件的简要介绍 从这些事件中 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劳工的觉醒 以及他们面临的困难和挑战 这些事件反映了中国社会的深刻矛盾和危机 也显示了工人运动的巨大潜力和力量 我们认为 工人罢工是工人维护自身权益和利益的合法和必要的手段 也是推动社会进步和变革的重要力量 我们支持工人罢工 呼吁社会各界关注和支持工人的诉求 工人罢工人罢工人罢工 不这么大个事没人管 我妈平均两千人 两千人一人写不写多少钱 还不吃安安吗 没人管 少看点网络段吧 这就是他妈现实 现实就是没人管你 工资也不得 这你妈一堆人在这放上电影 没净 这 Nonaggi多 你要坐 brahim buttons 可以 没有 可以 这是什么 扯它的 收izard 味儿 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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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吼了 夏…… 吖了 吶了 吖了 吖了 他下一个包子,你下一个吧 他下一个包子,你下一个吧 他下一个包子 等一下,我下一个包子 快走,快走 快走这点 可以 可以放了吗 迷糊 快走 来听人了 听说话,听说话,听说话 你说是什么好 看着什么 静子 真的 听说如何